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我們千斤有五百多個留言 就說誰被罵 所以何夢有什麼留言我真的沒有看到 太多了 太多了 跟用車水一樣深 就跟鼓鼓一樣 誰拉我 在水裡面看不到 看不到 小姐呢 他是已經離婚之後才去練習 小姐提離婚 對 江洪姐也離婚 江洪姐 怎麼樣 他心情還好嗎 狀況 我覺得他是怪物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進去的時候 他的新聞應該已經處理一段時間了 其實 因為整個隊裡面有結婚有小孩就是我跟他 其實我很想跟他聊很多 可是我發現 他在我們的面前是完全看不出任何異狀 任何異樣 那 其實私底下 我們家跟他 也有一起去遛小孩 也看不出他有任何的異狀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他是需要被關心的話 他會透露出訊息 可是這個訊息我現在是目前沒有接收到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 很值得讓我敬佩的一個面對 他在鏡頭前在我們隊裡面 所以我們要把他們的情緒給我們 所以我覺得他是怪物 對 真的很厲害 因為他有小孩 因為他有小孩我也有小孩 因為他有小孩 因為他有小孩 對啊 不能告訴你什麼時候 加入結婚是誰 後 後的後 因為我們有休息時間 對 我就說 因為帶小孩就知道 帶小孩 就是要出來玩 事情過比較快 所以說那我們就一直出來混 他有帶小孩的心場嗎 沒有 我們都沒有帶家人 沒有帶家人 因為我們怕 我們會影響到我們的心情 包括我老婆也沒有到心場 我小孩也沒有到心場 對 後來又一出去 是我們 我們都是固定禮拜三錄影 然後我們都是禮拜四 那天我們比較放鬆一點 我們就出門六個兩個小時 尷尬性太好 在我們的面前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 我們啊 有些項目要凌晨五點一遍 香紅節也可以到現場 五點 重點是 他不是要下場比賽的人 但是 他給我們那種支持 是很 讓我們覺得是很無價的 你知道嗎 凌晨五點五點半 在很偏遠的地方 他人都會在現場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厲害 很厲害 看壓性很好 而且很自律的 而且很自律的 小孩大家都愛啊 對 一定有很愛 舉動啊 我們很累的時候 他會拿他的小孩 的那個 Kamade照片 然後他會自己後製 然後給我們看 他說 小朋友跟大家說 Kamade 好棒 超棒 好棒 所以對藍隊有什麼話要講 還是要對一個觀眾說 藍隊 真的是前所未有最強的藍隊 我們也是前所未有最強的紅隊 但是我們打不贏92年的奧運隊 太強了 真的 破紀錄 每集都在破紀錄 不是藍隊破 紅隊也破 破紀錄也不會贏 所以我們沒有不好 只是我們運氣太差了 遇到今年太強的藍隊 對 對 我們有全台灣最厲害的棒球國手 還有最猛的肌肉 還有84年跳舞冠軍 都是一等一等 還有江洪杰是桌球國手 然後周宇天 他的很多運動項目也很好 蔡昌憲不得了 我不能講 他太強了 他太多項目太強了 只要地底下玩的東西 他都很強 所以我們想來想去 有沒有理由會輸啊 刀哥說我們真的運氣不好 小刀說 小刀說 那小刀說他的運氣整個很好 就是撐了一點點 沒辦法 弟弟之前你有參加熱衷的心 你給你什麼建議 弟弟沒有啊 他都拉傷了 怎麼建議啊 他就說不要受傷 我所有朋友都沒有說 一定要拿弟弟 他都說不要受傷 接著比賽我真的發現 現在的年紀 跟以前不一樣 我人生太晚遇到全明星藝衛會了 我很羨慕現在的年輕藝人 我這個節目真的不滿 可以讓更多人認識更多運動 然後更提倡運動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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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